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盆豆瓣绿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豆瓣绿啊 这个枝条的话呢 越长越细长 然后呢 它后期长这个叶子啊 就是越来越小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就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因为缺肥了 然后呢 没有给它进行适当的打顶处分支 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剪 剪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剪多一点 我们从底下这个部位啊 给它进行截短 然后这边这个也是一样 给它进行截短到相互的高度就可以了 砍掉之后 如果你的这个豆瓣绿是放在室内相对比较阴阳的地方养护的 我们呢 可以适当的给它追肥呢 促进它长出更多的分支 让它叶片更加的肥厚 用肥的话呢 在下期建议大家用这种缓式肥比较温和的这种肥料 不会呢 伤根 然后使用的时候像这种缓式肥的话呢 均匀的撒一点在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除了给它使用这个缓式肥之外呢 需要随时我们还可以在盆土里面 给它稀释一点这种植物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然后促进你的植株的话呢 吸收到充足的营养 那么它后期这个分支会更多 叶片的话会更加的肥厚 长势才会更好 当然了 我们除了要做好这些之外呢 在养护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保证它有比较充足的这个空气湿度 可以定期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 然后呢 还是喜欢一个湿润生长环境 水盆土不能够缺水 特别是夏季浇水要适当的勤快一点 不要强光直射 给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有散色光的地方 将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豆瓣绿夏季的一些养护技巧 我们下期见